消毒人員全副武裝 在機場各處進行大清銷 機場人員都戴上口罩 加強入境旅客檢疫 繼瑞典爆出首起M痘案例後 南亞巴基斯坦也淪陷 巴基斯坦第一例M痘患者 是從中東入境 正在檢測病毒基因序列 是否為致死率較高的 IB變異株 當地醫院趕緊設置隔離病房 全面戒備 眼看M痘疫情開始擴散到 非洲以外地區 專家建議一旦出現病例 就要進行疫調 回溯患者足跡 及早阻斷傳播鏈 也有專家認為 現階段應該加強源頭 非洲剛果地區的疫苗施打 M痘新變種傳播力更強 致死率也增加 加上歐洲和非洲往來密切 歐盟衛生機構16號把風險級別 從非常低調升到低 不過世衛組織強調 一屆已有預防M痘的疫苗 和抗病毒藥物 和先前新冠病毒疫情不同 沒有關閉邊境的必要 不需過度恐慌 近新聞王傑旅家翰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